我们到达虹桥机场 我们马上要出发去云南昆明机场 我们要在云南游玩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将会到达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 还有香格里赖 我现在顺利抵达了云南昆明机场 七彩云南欢迎你 开过来的这辆车就是在接下来的七天 将要陪伴我们一家六口 从昆明到大理到丽江 再到香格里赖 整个云南七日行的这辆车 这辆车连司机驾驶位一共是18个座位 有驾驶员一名 导游一名 剩下呢就是我们一家六口人 各位可以随便选了是吧 阿哥 我还是 我还是选择跟老公坐在一起 哈哈哈 哈哈哈 嘿 现在我们出发去酒店了 路上大概需要40分钟的时间 刚才导游自少说呢 我们的酒店是在市中心 所以在那里吃是很方便的 昆明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昆明有五个驱马庞宁家 就是因为这条河了 叫庞 这个叫庞宁区 我们的酒店叫中心家里 昆明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这一家皇冠假日酒店 是位于昆明市中心的 一家五星级的酒店 但是因为它开的比较早 所以也是有一定的年头了 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新 我们现在呢从酒店走出来了 导游说在酒店旁边 大概走路几分钟的距离呢 就有他们这里的美食一条街 然后附近还有他们的这个商业 商业街有几条商业街 有大的商业中心 因为我们这个酒店呢 就是就是位于这个昆明市中心的 所以很方便 不管是吃啊喝要玩啊都很方便 所以我们现在走出来也没有目标啊 就是走走看碰到什么吃的 我们感兴趣的就进去吃晚饭 昆明人民真友好 我们出来之后就没有方向了 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然后刚好碰到一个美团外卖的小哥 就问这个小哥说附近的美食街 或者是美食城在哪里 然后小哥说就在前面那里 我带着你们去吧 真好 这个叫小冬街 小冬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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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小冬街 你这样直直圈过去 左边也是玩的 右边有个美食 左边那边是有很多人玩的 那边是测不上进的 那边人可以走 好的好的好的 小冬村了 小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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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冬街 好 谢谢你啊 我们准备去吃这一家导游推荐的 歹未轩 他说是云南特色的这个特色的美食 是酸辣口味的 歹未轩就在这一条街上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入口是在哪里啊 哦 看到了看到了 歹未轩 在这个边上隐藏在这里 歹未轩 健康美味又新鲜 那就从这个楼上去了 好 我们上去了 大家看了这个歹未轩的图片之后 觉得不是很有食欲 然后我们在他附近再看看找找其他的店 这有一个砍上砍老火锅 这边有什么薯姜龙火锅 我也不知道吃什么了 再走走看吧 刚尝了他这个糖炒栗子 特别的好吃 然后他这个是刚刚出锅的 买一包糖炒栗子 到我喜欢的鸭脖子鸭头 鸭炒 等一下吃完饭 如果还早的话就回来买一点 我们问了当地的人 然后他们推荐了这个祥云美食城 我们现在准备到这个祥云美食城里面来吃 还有这个外婆味道 还有云南菜 还有重庆火锅 很有趣的是 这个我们的导游也跟我们说 因为我问他在昆明大家流行吃什么 就是有什么昆明特色的 他说现在昆明人吃的最多的 其实是重庆火锅 原 nerve锅刘的锅花锅 纯糰锅盖 纯糰锅盖 南 breakfast 这是成都铭小吃 疯狂烤猪蹄 鸡翅包饭 这好像是各个城市都能吃到的 比较火爆的 小吃 但是我还是想吃一些昆明当地比较特色的 这是鸡蛋果子 麻辣烫 这是甩手巴巴 这个怎么做看一下 甩手巴巴 缅甸 缅泰风味 这边都是美食街 这是各种各样的虫子 这都是虫子 你看 都是虫子 但是应该很好吃的 这是什么 这怎么吃啊 炸着吃啊 现在是已经熟了的吗 现在的话吃不了 它这个没有完全熟透 而且的话它一点调料 在美方之前是没有味道的 炸完了然后撒调料粉是不是 对对对 放点干辣椒 放点盐 再炒一下 炒熟了就可以吃了 这个是什么 那个椰子虫 椰子虫啊 哦 哪一种最好吃啊 好吃呢 猪虫 蜂蜜 柴虫和麻辣 麻辣 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我也不知道 这是虫吗 不是 不是虫是吧 一种植物 我们会用来煎鸡蛋 哦 煎鸡蛋 好 谢谢 这边也都是虫子 全部都是虫子 吃起来肯定好吃的 正好吃 来我们这边就要吃 这是已经事先炸过的 是不是 对 再过一下油 再过一下油 好 这都是你们家的 这边一排就吃一家 他们那个都是一家一家的 可以每个尝一口 可以每个尝一口 这个是他们的特色 叫三味野生菌 就是三种野生菌 你们就喝当地的啤酒尝一下 168一份 野生菌 好热 这个是大 叫什么 云南 还是昆明的 大理 大理的啤酒 叫风花雪月 好浪漫的名字 大理的啤酒 这是我们点的 这是传统的吧 这是传统吗 传统 云南过桥米线 看到垫在桌子上的这些菜单了吗 点单的时候 点得我头大了 这么多菜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垫什么 好 谢谢 味道好吗 一杯 吃饱喝足之后回到酒店 这是从我们酒店房间的阳台上所看到的昆明市中心的夜景 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工地 那么到达云南的第一天就这样愉快的结束了 明天我们将要去游览昆明的石灵和世界园影博览会 所以要养足精神咯 明天见 晚安